美国政府预计明年一月份要进行政权交接 而外界也密切关注两岸的情势 美国的前官员17号就对外表示 中共的军力近年来是大幅度的提升 再加上威胁的政策不一定有效 所以北京武统台湾的可能性慢慢的提高了 而拜登上台之后到底对台湾的政策 会跟过去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美国有智库的学者就表示了 拜登绝对不会像川普一样这么的高调 但还是希望台湾被包含在拜登的印太战略中 而另外史丹佛的专家也认为了 拜登上台之后预料应该还会继续的打台湾牌 来对抗中国 不过将会用实质的方式来经营台美关系 而且应该也会继续的卖军物给台湾 不过不会像川普一样 以后很可能的方式就会是小规模 而且分批的方式来进行 而至于在中方的一个学者方面 则是认为新上任的美国政府 会以不激怒中国政府的前提之下 来帮忙协防台湾 不过我们就发现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动作 也是值得注意的了 那其实我们首先带您来看到 是在日本的一个部分了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周二的时候会晤来访的澳洲总理莫里森 莫里森他被隔离了14天 其实大家也很好奇 为什么现在在疫情期间要大老远的跑到了日本去呢 这菅义伟会后就透露了 日本与澳洲已经是达成了双边防卫协定 也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他们的共识是什么呢 将会推动日本自卫队与澳洲军方一起联合训练 并且也允许这个互相的一个部队以及武器 能够更方便的能够入境对方的一个领土了 而另外呢 日本的自卫队也会把澳洲的军舰以及军机 都列为守护的一个对象 那日本媒体就分析了 到底为什么两国要做这样的协议呢 在澳洲方面似乎是希望在经济与安保的领域 能够加强跟日本的合作 就是希望能够一起来对抗中国 但事实上啊 其实日本以及澳洲这两个国家 现在就早就在合作了啦 我们带您看到这了 在日本以及美国 印度澳洲的海上联合军演 马拉巴尔2020 17号开始就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 四个国家的海军在北阿拉伯海来进行训练 而印度的航空母舰以及美国的航空母舰 这双航舰编队演习的画面 日前也非常震撼的曝光 美国方面呢也会加强部署 未来呢这个潜舰将会非常的强大 而且将会更具杀伤力 好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啊 其实美国有一个新规定出来了 以后呢 美国的潜舰都会要加强配备 一千公里射程的反舰飞弹 为什么呢就是或许是因为希望能够压制共军了 但是中国大陆同样也不是好惹的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也首次曝光了这个画面 这是什么画面呢 其实非常的罕见 就是解放军使用无人机来引导直升机 进行超视剧的打击 而且呢就算是在起大雾的情况之下 这起了大雾呢能见度非常的低 但是这个报道指出 射击的精准率非常的高 是来到了百分之百 由美国日本印度在孟加拉湾 共同组成的马拉巴尔军演 这个月17号进入第二阶段 印度除了洒出超日王号航空母舰 美国也派遣尼米兹号 搭配日本的直升机军舰 不仅如此 这回还特别拉澳洲加入 并遗失阿拉伯海 强化一二岛链的防守力度 这个澳大利亚能够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进程中来 更加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和美国国内当前的选举需要 一举数得的军事演习 依旧围绕着围堵中国的主轴 我觉得这是给他的印太战略打一个补停 它具体的落实到底有什么 那么整个这个战略 应该来说是 它是有千尝百孔的 中国央视把澳洲的加入评论的一文不值 但需求上日澳两国关系逐渐走好 阿拉伯海是全球第二大的陆远海 而排名第三的就是南海 两个区域因为相对位置类似 加上海温都刚好受到南印度洋 中高纬海域温度异常的影响 因此也被怀疑是转移阵地的因素之一 而国际共同组复仇者联盟 由中国版苏凯三十之称的殲十六 日前秀出超低空飞行画面 纸上笔画军事 但四面楚歌的现实 恐怕已成桎固难以翻宣 三连新闻东文报道